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做你每一天的开始 你的一天就是美好的开始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开始 在每一天祝福大家平安 主要笑他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 恶人已经攻上弦 刀出鞘 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弓必被折断 一个艺人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因为恶人的绑壁必被折断 但耶和华是扶持艺人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至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恶人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枝油 他们要消灭 要如烟消灭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 义人却恩待人 并且施舍 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图 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已喜爱 他虽施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义人背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经文 很明确地让我们来领受一段神的话语 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到恶人赦谋害义人 又向他咬牙 但是第十三节 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 好棒 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主要笑他 Yes 主要笑他 为什么主要笑他呢 因为这样的人并不认识上帝 他们并不明白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主要笑他 因为他受法的日子将到 他有弓 他有刀 但是这刀却刺入他们自己的心 这弓要被折断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像是什么 要像是第十六节所说的 他说到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 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去明白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 怎么可以胜过二人的富裕呢 我好喜欢昨天的三浦林子的故事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件事情 他说到日本有个知名作家三浦林子 他跟费结合奋斗 最后他认识上帝 他战胜并魔之后 他开始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他跟三浦光世结婚 他们为了生计开了一个杂货店 但是呢对面也开了一个杂货店 但有一个问题来了 对面的杂货店的生意 并没有跟他们一样那么好 这时候三浦林子 他们夫妇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说他们家里面有小孩子 他们开销很多 那么生意不好 我们来帮帮他们吧 那三浦林子就想怎么办呢 他的先生很有智慧 他的先生就说 我们就把一些商品就不要上架 我们告诉客人没有 那就去找谁买 客人就去找他们来买 这样的话 他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三浦林子顺从了这个意见 接下来果然 他们对面的杂货店的生意 就越来越好 可是你知道吗 神的作为何等奇妙 这时候三浦林子 他开始有时间 因为对方的声音变好了 他就开始来写作 他写作的时候呢 那时候赵日新闻 刚好有举办 一千万元的小说争选活动 他三浦林子就要投稿 竟然入选 而且入选的这部作者 很多人都读过这本著作 就叫做冰点 我求主祝福大家 我们在情感上 他说到 虽然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顺服 因为这样的一个祝福别人 真的有效吗 OK吗 可以吗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愿意彰显神的良善 我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出人意外的 出人意料的给他们恩典 一个艺人所有的虽少 这个有是什么 这个有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小小的种子 这个有就是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智 这个有是什么 这个有就是一个在上帝面前 即使不够 但是愿意按着神的话语去怜悯那有需要的人 我求主祝福每一个人 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都是小的 但是如果他被交在神的手中 我很喜欢有个牧师特别的分享 摩西手中的杖 如果在他的手中就仍然是一根杖 可以登山 可以预防跌倒 但是这根杖如果交在神的手中 他变成蛇 他变成指挥千军万马 调度大军 完成上帝旨意的杖 你所有的很少 是我们可能都不多 但是这一点点 这个心智 我们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让他来使用我们 我们谦卑的向他说 主我有的有限 但我愿意交给你 神又用这有限 成就无限大的工作 有多少的教堂 有多少的事工 就是有因为有一个人 做了一个 把那生命中小小的有 奉献给神做开始的 愿神祝福我们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认识 主题是愿与人分享 愿蒙神赐福 所以我们生命中的有 何等的重要 这有又交给上帝 又是何等的美好 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在美国宾州有一个教堂 这教堂 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这个有一个小女生去聚会 结果这个时候 大家觉得 好多人觉得 这地方太小太紧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在那个教堂里面聚会 接下来他非常难过 星期天呢 他就在这个教会的外面 他就在哭泣 这时候教堂的牧师 经过那个地方 接下来牧师跟他的 分享和聊天里面 就知道这个小女孩 他们 他说了 他没有办法进 星期日的主日学校 结果牧师看了他 结果牧师把他带进教堂 并且给他一个位置 这个小女孩家境清寒 接下来这两年之后 这个小女孩 他竟然过世 而牧师在这过程当中 跟这小女孩 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 听过这个故事 这小女孩后来 在临时的时候 他捐了57分 就是五毫七分的钱 给教会 希望能够盖更大的教堂 更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有人因为这小女孩 他就用了57分的价钱 来卖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土地 给这个教会来建堂 接下来的神迹启示不断 接下来你知道吗 这个小女孩的57分 就成就了一间大教堂 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但是要有的是上帝的心 我一直很喜欢分享 马太福音的25章 这段经文讲到一件事情 五千的赚五千 两千的赚两千 一千的什么都没赚 一千的什么都没赚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主人说 他说到 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 我知道没有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要剧烈 主人的回答 其实也很清楚 主人说 你这又二又懒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生命中 有的是什么吗 我要求主祝福你 这一个仆人 他忘记了一件事情 其实他的主人 给他的是一千银子 是一塌连的的银子 一塌连的银子是多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的手中 有一个银块 一个银砖 这个银砖 就是一公斤的银砖 你知道他的手中 有一个银砖 两个银砖 总共有36块银砖 一塌连的 大概有36公斤 这个价值 如果你用台币来算 36块 大约将近台币 80万 要看银的价值 你知道 他可能一塌连的 指的也是货币的单位 如果是货币的单位 一塌连的的银子 大概是16年半的一个工人的薪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收入一个月是3万块钱 16年半 等于这个老板提供了给你将近600万 来让你做生意 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感恩的心 还是我的生命中只有抱怨 我的生命中有没有去看见 这不轻的 这每一块是一公斤 36块是多么重 我们生命里面有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去带出不一样的果效来 我们开始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心意当中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个在荧幕面前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越与人分享 我们的生命就越蒙福 我们能不能够开始让别人去经历 去得着我们生命当中有的那感恩的心呢 我们就成为蒙福的人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位也成为蒙福的人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感谢 是的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 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有的是对你爱的心智 我们有的是愿意顺服委身 向你的话 向你这样的一个爱 并且顺服的一个心智 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也向你有的是感恩的心智 有的还要嫁给他 我们愿意把这个有 这个心智交在你的手中 让它成为一棵大树 让它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被取代 超过人所求所想祝福的起点 只是因为一个义人 这所有的虽少 这有是物质 这有也是心智 但是却交给你 要胜过恶人的富裕 并且使我们荣耀你的名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